江家独你 江可化 在台诚大大赛勇夺金甲 十六岁那年 我曾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幸福快乐下去 一场阴谋的降临 彻底毁掉我的人生 父亲被陷害贪污入狱 退后 母亲 退后 冷静点 从那时期 我暗自发誓 一定要找到害我家破人亡的幕后黑手 今晚的慈善宴会 由世界排名前二十的富豪集团 陆市长前人陆之战先投 这是这位来自魔都的神秘商业大佬 首次在地势亮相 陆之战将把本次晚宴 愁得的所得善款 全部捐助给贫困地区 只有陆之战这种商业巨额 才能帮我查清当年的真心 陆家来势汹汹 看样子对第一次胜券在握呢 这可不好说 地势的地头蛇也不会让他好过的 陆之战果然来这不善 他要干什么 陆之战 你终于来了 小心 路总 人不能太贪心 地势的生意 你没命做 带下去 想报名 从哪来回哪去 多谢 你的手怎么样 没事 一点小伤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想干什么 你 你 你醒了 医生看过了 给你 你 给你五百万筹签 收下我们就两清了 陆总 陆总 钱我不要 只求你能帮帮我 帮我找一个人 他叫江淮 给你提供消息 我有什么好处 陆总出来地城开疆拓土 必然少不了阻碍 今晚的事 恐怕不只是第一次 所以呢 地势的事 都不可为父亲冒险 只有这位外来的新贵 才能帮我翻案 如果陆总愿意 我愿意成为陆总 进入地城的一把刀 我的刀 可不好当 我的刀 可不好当 陆总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把衣服脱掉 够了 你衣服脏了 去换了再谈 陆直战 看来你上钩了 当年的事 就过去吧 不要再提了 你妈妈不在了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你能好好生活 就是爸爸此生 最大的心愿 这件事涉及到的人 你惹不起 爸 不管付出多少代价 我都一定会救出你 江老师 一别十年 没想到 您竟然含冤入狱了 战哥 查清楚了 江小姐确实不知道 您和江淮先生的关系 他果然没有认出我 江老师 我以后要是也能像你这样就好了 只要你以后好好练 肯定会比我更厉害的 谢谢老师 我去救援安全 嗯 再见 再见 救命啊 放开他 站住 陆总让我转告你 江小姐好自为之 江淮的使力少插手 你的学长就是给你的警告 你休想 欢迎手上有伤吧 陆志湛 为什么 陆总 江小姐的电话 陆总 我瞧着你放了我的学生吧 江小姐 什么意思 陆志湛 你怎么试探我都没关系 但承飞是无辜的 你放了他吧 江小姐 我对你的学生没什么兴趣 只要你告诉我承飞的下落 我这条路 都赶紧 战哥 江小姐看来 现在一个人很危险 真的不用派人帮忙 你的学生 在平安街的废弃工厂 她怎么样了 战哥 江小姐按我们打探到的消息 独自去飞机工厂了 菲菲 菲菲 老师 老师 来了 把他放了 我们真的不去吗 这小妞欠老子的钱 答应了今天晚上陪哥几个玩玩抵债 出放就放了 没有 老师我没有 战哥 绑架成飞的人是冲着江口画来 战哥 干什么事 去你的 幕后黑手势力不护 别弄 给老师过来 老师 在后就废了你的学生 我出道地市 真的要为了江口画书听吗 往哪儿跑啊 没玩够呢 你来喝点这个 玩起来更有劲 喝 喝 喝 江口画 我该拿你怎么办 放开我 喝 喝 陆志甲 我对你真的毫无用处吗 快点 继续喝 没人很高 你放开我 放开我 自密的车 喝是吧 不要 放开我 放开我 喝点 啊 谁啊 收拾干净 给我查清楚 到底是谁冒充王陆仁 是 陆志甲 我对了 你果然放不下我 江小姐你好自为之 你少插手江怀的事 你学生 就是给你的警告 江小姐是被我迷得挪不开眼了 我只是想问了 我经过陆总的所有考验了吗 江小姐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别乱动 好烧 好烧 怎么这么烫 给他喝点这个 玩起来更有劲 好烈 我 我 你不想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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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在这儿别动 我去给你叫医生 帮帮我 你要干嘛 陆总不想要我 你不后悔 好痛 难道昨晚 你不后悔 不后悔 别跑 陆总还真是不懂得 怜香惜玉啊 谢谢陆总 江小姐这副柔弱模样 可和昨晚不太相同啊 那 陆总喜欢吗 谢谢陆总 江小姐陪了我一夜 这点东西不必客气 那我们就聊聊 接下来的合作 江小姐 我一会儿还有会儿要开 你没什么事 自己回去吧 陆之战 看来想留在你身边 还需要费点功夫 居然和贪污犯的女儿是同事 真会 快走吧 江可花 经理找你 进来 经理 江可花 你看看你 因为你有多少家长到这儿要退款 对不起经理 这件事情我会想办法 不用接上 你啊 赶紧滚 我们这儿容不下你这尊大夫 经理 您看 你是谁啊你 在真相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就开除员工 你平时就是这么工作的 老子的事要你管是吗 你信不信 我连你一起轰出去 那就扣你三个月工资 回家反省去吧 不是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老子的事要你管 是吧 再加薪 不巧 上周刚买下这个机构 不是 林老板 林老板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走 林总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林总 林总 放心 在真相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谁也不能开除你 林总 谢谢你 叫我子萱就好 我相信你是被冤枉的 有根头发 谢谢 他们两个居然认识 林子萱是我进入帝时的境地 叫个话 你到底存了什么心思 喂 经理 说话 今天的事是我误会你了 我给你道歉啊 我呢 在太和餐厅定了位置 就当我给你赔礼道歉了 好 你一定回来 其实我就 按照您的吩咐 我呢 帮您约好了江可换了 这下午英雄救美的事 您看我配合得还行吧 看得不错 接下来拿着你的遣散费 闭上你的嘴 彻底从地势消失了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他怎么也在 大哥 大哥您是不是坐错位置了 没错啊 你就是像个话吧 相个亲还非得来这么贵的地方 真败家 相亲 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啊 原来你就是那个不捡捡的女老师啊 我去还真是啥呢 这人是张扬 公共场合得太没力了 什么什么样子 你手机那是什么视频啊 这视频是假的 明明是你的脸 怎么可能是假的 这视频是 快藏开我 承飞 你老子过来 走 别动 恶意见机 大爱换头 把承飞换成男人 不能说 会牵连承飞的 是什么 你说呀 废戏跟长一对三啊 我的天啊 这种自甘下贱的人 根本就不配当老师 这种老师 大老师 你会不会因为人人生气啊 什么懒人 既然江小姐这么放得开 不如我们也 你干什么 江小姐眼光真差 滚 大家快来看啊 这个不捡捡的女人 又出来狗野男人了 江小姐 你可真会找麻烦 不劳陆总费心 还想走 像这种女人 还出了枪什么情啊 我现在已经绯闻产生 陆总不必为了我惹麻烦 朱城云 你真不要 告辞 请别说话 大天广众之下 给六十战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他会生气吗 你是因为承飞才不肯说出真相 被欺负了也不反抗 我只是觉得 无辜的人不应该受到牵连 他居然没生气 小义 一天之内调查清楚视频泄露的事 这就是约海换头的原视频 我就说嘛 这肯定是误会 这江老师呢 肯定是清白的 我还有点事 你们先忙啊 视频是从机构这台电脑上传的 这可不是误会 这肯定是误会 这视频怎么可能从我们这上传的呢 电脑IP地址可不会骗人 江老师 也许是 也许是有心执人利用IP下户给了机构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找着清楚 换给你们大家一个清白 是 是这样的 肯定是这样的 经理不好啊 承飞自杀了 不知道是谁把这个视频 看头去文 穿网上去了 网上都问说 承飞圆骄 大伙 我将老师下水 承飞还在抢救中 你是 承飞的妈妈 你为了摆脱谣言 把我女儿牵扯进来 你这种女人 根本不配做老师 江小姐对你女儿 已经够人之一境了 你用的款 我们机构已经交过了 承飞妈妈 这件事呢 与江老师无关 您就别冲动了 证据我们已经找到了 真相很快就会被查出来的 承飞妈妈 对不起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江老师 承飞已经脱离了危险了 你别太自责 我们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全视频被发到网上 谣言似乞 承飞毕竟还是个小孩子 不堪压力做出过激行为 也是没办法的事 都怪我 是我太心急了 没能保护好他 不怪你 我们都是被有心之人 给利用了 杜总保护你心切 如果他为了证明你的清白 把舆论你到承飞身上 你也不要怪他 有心之人 会是谁呢 放心 你和承飞的事 我会管到底的 紫萱哥 你说得对 承飞的事情你别放在心上 萧玉已经 对于陆总来说 我们这些人的性命 就是命如草芥吗 有什么话说清楚 少阴阳怪兴 承飞的原视频 难道不是你泄露的 胡说八道 下落视频对我来说 有什么好处 还是这些天 接触过视频的人 只有你 姜可话 陆总 你对女孩子太粗鲁了 你过来 我不要 没关系 有我在 你别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 是你瞧着我的 我什么身份 我难道是陆总 养在身边 赵芝基来的一条狗吗 狗啊 我们走 我的人 你没资格带走 放开我 姜可话 你可真会玩 什么男人你都敢碰手 不是这样 你放开我 你冷静一点 为什么和她走得这么近 你今天这样对林子轩 很容易打草精神 你是故意的 无视线殷勤 非奸即盗 她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我不得好好摸清她的底线 倒是你 这么紧张干嘛 我 我 我没有 你这是 吃醋了 怎么可能 你今天也累了 就在我家住下吧 陆总啊 平时装的游刃有余的 没想到还挺陈情呢 长得这么好看 就是总正为不好 你要干嘛 没干嘛 我看你是想趁人之危吧 你 你恶人先告状 那我只好恶人做到底了 绑架成肥的凶手 是不是在你那儿 能不能让我见见 我怀疑 他跟我父亲的案件有关 让你见 我有什么好处 陆总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 你还不知道吗 陆总放心 我会让你满意的 陆之战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陆之战的全家福 爸 妈 如果没出当年的事 我们应该也会这样幸福吧 爸 我已经留在他身边了 相信凭借陆家的事 当年的事情 很快就能真相大白 看照片 看照片也能走神啊 我只是羡慕你 有这么一个幸福的家 你以后也会有的 你说什么 嗯 十分钟之后 带你去室 陆院 陆院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这一间 怎么与其他的不同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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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让你抓的承飞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啊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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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给了我一笔钱 让我去抓那个小姑娘 她 可是 她是线上联系我的 我不知道她是谁 我真不知道她是谁啊 我真不知道她是谁啊 别动 她手上没有伤疤 不是我想找的人 还有一个手上有红色伤疤的帮废 她在哪儿 陆志湛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你今天有些累了 赶紧去休息吧 我还有工作要忙 这大老板 又冲哪门子的风 她怎么样了 赵哥放心 江小姐已经休息了 赵哥 你为什么不让江小姐知道 你和江家有关系啊 爸 你就是我爸资助的学生啊 听说你今年考上了华清大学 谢谢江叔叔多年的资助 以后我会靠自己努力赚钱 好样的 有志气 叔叔没有看错你啊 哥哥 哥哥你好厉害啊 爸 我希望以后也像哥哥一样努力 好 好女儿 现在 还不是时候 还有一个手上有红色伤疤的帮废 他在哪儿 什么红色伤疤 我真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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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是线上联系的 你饶了我吧 我下去 他也不敢了 没关系 我会继续帮你查的 那个手腕有红色伤疤的人 才是幕后主持 可是他会在哪儿呢 你是林子萱的人 说绑架成飞是为了什么 为了弄死你 战哥 赵凯还是不说 战哥 你为什么不让江小姐见了赵凯 林子萱来意不明 在弄清楚对方的目的之前 他知道的越少越好 这是给谁送的 回江小姐 这是给陆总的朋友 朋友 哪位朋友 江小姐 我还有事 我先走 莫非真正的凶手 被藏起来 黑布后面 到底藏着什么 你到底说不说 好 奇怪 明明听到有声音 怎么没人 你在这儿做什么 陆总 陆总 你怎么了 江小姐 陆总 今天应酬喝多了 不舒服 还请您多照顾 把我当保姆 你好点了吗 看来陆总是没事了 什么不舒服 都是装的 让我靠会 好险 看样子就是那间房 我还得找时间再去 放开我 放开我 他怎么样了 我们家陆总 从创业开始 就经常被人买胸追杀 患上了 严重的神经衰弱 多罪 我 难怪他昨晚会做噩梦 恭喜陆总 您最近的精神压力 有所减轻 是服用了什么药物吗 可能管用了 可能管用的是人 不需要吧 你脖子怎么了 哦 一点小伤而已 小艺 她脖子怎么了 我不知道 小艺 对 陆总 我都答应过江小姐 不 不能告诉你 你的工资是他发 是 是您弄的 不知这 不知这 别怕 别怕 你找我 过来 还疼吗 一点小伤 不碍事 昨晚的事情 小艺都告诉我了 抱歉 没事 不就是把我当成 杀害你的凶手了吗 干嘛 要你的命 你给不给 那就要看陆总 拿什么换了 我给的东西 保你满意 干脆 问清楚地牢的事情 我 李子似乎和你父亲的 事情有关 这场宴会 要求他 李泽 我父亲曾经最好的朋友 李叔 您救救我爸爸吧 您可是我爸爸 最好的朋友 大女儿 别跟我讲辩 滚 当年我父亲出事 事情还没有查明真相 他就一口咬定 我还以为是人走茶凉 没想到 那就去查清楚 谢陆总 别着急谢 我可是有条件的 那陆总这次想要什么 我想要的是 来来来来 多谢李会长 咱们一起 还没人命 就喊起来 别谦逊了 是 太难了 一场商会的会长 非你莫属 以后还得多多养张您 谢谢 谢谢 不亏了李会长 来来来 我敬你 真没想到 这样的场合 竟然公然行货 请请请 喝 李叔 李叔 好久不见 来 李叔 好久不见 这是谁啊 你是谁啊 他是谁啊 怎么 李叔不认识我了 哪来的丫头骗子 怎么跟会长这样说话 你当初 那么不屑与贪污的人为伍 如今却一心直想敛财 你觉得你配坐在 这个会长的位置上吗 她是 她是江淮的女儿 你说话呀 这 一个贪污犯的女儿 没有资格在这儿 跟我叫烦 就是 这种野鸡 怎么会担我们商会的 那你们这群 道貌爱然的人 又凭什么 你 可话 你没事吧 没事 我看谁敢欺负 你居然是她 是她呀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怕有人欺负你 林总不请自来 是想在我的地盘闹事 林总不请自来 是想在我的地盘闹事 是吗 路总 您严重 我不过是看不惯一群男人欺负一个小姑娘 路总 这个野鸡适逐破坏我们的宴会 她 可是贪污犯 江淮的女儿 你可别被她蒙蔽了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有什么资格说我父亲 这报纸上可白只黑字写着呢 毕竟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这残务犯的女儿 手机肯定也不干净 路总 这种女人最会装可怜了 你可千万别相信她的话呀 你刚才公然行贿的证据 我已经用手机录下来了 路总 我怀疑她这些年没少在商会捞油水 你别胡言乱语啊 来人 把这个女人拖下去 路总 她分明就是心血 您不信的话 可以查一下 她这些年和财政的财务网来记录 路总 我可是清清白白的 你 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都给我查清楚 雨泽 三千万 你可真敢啊 带下去 问清楚 是 你可贱人 我告诉你 你可你爸都不是好东西 你爸会把老年做穿的 走 我等着 没事了 别怕 我会保护你 保护她 林总 你要不要问问江小姐 愿不愿意 过来 过来 可慌 她只是利用你进出障碍 江可慌 别挑战我的耐心 林总 我的女人 就不劳林总您费心了 陆之战 那就藏好你的真命 别被她知道 老板 老板 江可画 他只是在利用你 消除自己的障碍 我当时真想说 我知道啊 还是我主动要求 被利用的呢 江可画 在勾引男人这方面 没人比得过你 陆总 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我帮陆总 这么大一个忙 你要怎么 好好谢谢我 李泽那边 萧毅已经调查清楚了 等过两天 整理好了给你 能不能让我 亲自见见她 没必要 那今天林子轩说 你的真面目 是什么意思 今天你也累了 你好好休息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 不能告诉我的吗 你好好休息 真的不能告诉我吗 真的不能告诉我吗 你该休息了 你到底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秘密 你到底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秘密 陆总 赵凯那边想用一个消息和您换自由 什么消息 这个时间了 书房还亮着灯 看来书房里的确有秘密 陆总 谁让你让你让我看书房灯还亮着 我来看看你 以后不许来这里 战哥 赵凯说 赵凯说江小姐家的秘密 你一定会感兴趣 再救了 你 你 我来 你 我来 你 我来 你 张哥 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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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真有你的 陆志诚 喜欢我你准备的礼物 陆志诚 你怎么会有跟我爸的照片 你究竟 陆总好 江哥话 你暗中调查我 什么 你怎么解释这些照片 我没有 江哥话 为了拿捏我你真是煞费苦心 我们两个到底是谁煞费苦心 你口口声声说愿意帮我 却不告诉我你跟我爸认识 你装作对江淮这个人一无所知 反复试探我 欺骗我 我今天最后再问你一次 跟我爸到底是什么关系 江老师 你先别生气 我不是无缘无故拒绝合作的 陆志诚 我资助你五年 现在公司做大了 你想替我做主吗 江老师 这家公司的资质我调查过 他们潜在风险非常高 你找本事了 现在居然敢质疑我的决定 既如此 我们就此分道扬镳 谢谢老师一直以来对我的教诲 这些年来您对我的资助 我会连本带立一起奉还 好 既然我跟陆总之间彼此无法信任 那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从今往后 我跟陆总再无瓜葛 你们干什么 陆总说了 不干不禁的 竟然从这个家里消失 他挺难搞的 只不过是一个被陆总抛弃的女人 有什么了不起 滚吧你 别散了陆院这块地儿 告诉陆志诚 不需要他赶 这个破家 我是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陆总 我按您的吩咐做了 他们俩已经决裂 我不太明白 您为什么不跟江小姐解释 为什么还要放了赵凯 我和江可画决裂 不正是他们想看到的吗 放长线 才能吊出背后的大鱼 您真相信 江小姐家的信息奖 是他做的吗 他说不是 我相信他 所以您跟他眼内出决裂 也是为了引出背后作梗的人 派人保护江小姐 另外 往江老师的监狱里 都派些保护人手 我看 有些人已经坐不住了 好了 谢谢师傅 这个锁的性能最高是吧 放心吧 换了之后连我都进不来了 走了啊 辛苦了 一定有人开锁 潜入我家做了这一切 谁会希望我跟陆志正决令 林子萱 是不是该会会你了 我要找什么借口 嗯 哼 喂 子萱哥 听说WV大秀在我们这举办 我期待很久了 你有票吗 谢谢子萱哥 你怎么不找陆志正帮忙呢 他就是个人渣 不铁吧 你们分手了 是啊 你都不知道他还有暴力倾向 有一次差点把我掐死 我可不想死 怎么会待在他身边呢 哼 你做得对 因为我听说他最近一直在看精神科医生 是啊 有一次我还看见他看医生的 不过子萱哥 你跟陆总很熟吗 怎么感觉你对他比我还了解啊 都是同行嘛 多少都会对彼此了解一次 白板生的调查果然出自已 赵凯已经回到林子萱身边了 而且还成了他的助理 看来绑架陈飞这件事情 就是林子萱精心设计的 我就不明白了 他针对陆氏集团也就罢了 可他跟江小姐关系这么好 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许替江淮发案这件事情 对他来说是致命的 叮好赵凯那边 侍候里总会露出尾巴 对了张哥 还有一件事 什么 那天欺负江小姐的佣人 怎么处理 你们竟敢假接陆总的名义 欺负江小姐 谁给你们的胆子 我们错了 我们再也不敢了 谁是楚王 是他 是他摔坏了江小姐的腔子 让江小姐的东西散落一地 还出音不信辱骂江小姐 明明是你 说陆总和江小姐关系决裂 让我整治整治江小姐 把他们赶出地城 全行业封杀 是 江可 江可 回家之后怎么样了 看来战哥 还挺心疼江小姐的 毕竟江老师曾经带我不薄 他还好吗 他怎么了 快说 他跟林子萱 约犯了 这个是林子萱给你送来的 WA大秀的腰紧函 没兴趣 不过我听说江小姐也会去 你要是没兴趣的话 那我就 到处先败 战哥 看您今天的样子 信心十足啊 多嘴多舌 万年冰山 也会孔雀开平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为了找夏家 我的事和陆总没有关系 游戏 温蛋 那我们还挺般配 别让林子萱 小心最后被吃的骨头都不剩 不老陆总费心了 可华 可华 紫萱哥 谢谢你的邀请 可华 你今天真美 能邀请你是我的荣幸 走吧 我给你介绍个保佑 战哥 如果不想去的话 我们现在就走 少废话 凯宾 紫萱 好久不见 太美了 大美女是谁 还不快给我介绍一下 你好 我叫姜可华 可华 太好了 萱萱 我想让她成为我的muse 不好了不好了 一个模特堵在路上赶不过来了 不好了 一个模特堵在路上赶不过来了 不离我 快去找备用模特 萱萱 你可怎么办 可华 帮帮我 我很想帮你 但我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萱萱 可华 相信我的眼光 你可以的 难道就不想让台下的人 为你万丈光芒所臣服 陈服 他为你 好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哈喽 最后 请大家欣赏我这个系列 最满意的作品 我愿意的作品 我的目的 我愿意的作品 我愿意的作品 我愿意的那种 我也觉得很好 陆总你觉得呢 陆总 想不想起 就这么需要男人吗 陆总 你在说什么 陆总 你醉了 几天不见 对别的男人又揉又包 江小姐多饥渴难耐啊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不是很想要我 能够满足你 你疯了 这里是化妆间 陆真真 放开我 放开我 葛花 你再领了吗 让他滚 陆总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命令我 我们的合作关系还没有结束 如果想知道你爸当年的真相 就让他滚 我凭什么心 你不会以为林子萱真是好人吧 他接近你还有其他的目的 所以我们才更要配合他 不是吗 陆志萱你疯了 葛花 你没事吧 既然如此 我不介意陪江小姐 引出更精彩的戏 林子萱 你走吧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我晚上的应酬我就不去了 你没什么事吧 要不要我进去看看 林总 怎么 非要进来看看 子萱 你走吧 毕竟 江小姐现在忙得很 原来刀枪不住的路子 已经有了准备 既然有难事难分 那就一起去死吧 您回来了 你是新来的 以前的佣人因为欺负您 被陆总赶出了地城 不该说的 不要多嘴 好的 陆总 我先出去了 演戏而已 何必侵略无关的人 他们敢借着我的名义做事 惩罚他们只是小事 别想太多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打扰陆总休息了 今晚 你别想走 在我这提要求 陆总可是要付出点什么的 你想让什么 告诉我 你和我爸的关系 好 那还是先收定期 所以你就是我爸 资助的学生啊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啊 男人的自尊心 对不对 所以你跟我爸 那次吵架之后 你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其实那次投资分歧 我们俩都没有错 只不过爱人男人的面子 我们俩都没有低头 再接着 就发生那件事情了 所以你相信我爸 不会做那样的事吧 我会保护好你和江叔叔的 喂 江小姐 你爸在监狱被人逃出 现在已经送到医院了 陆志诚 怎么了 快带我去医院 我要见我爸 可话 别着急 江叔叔一定会没事的 江淮 刚刚那个送来的 中毒的病人在哪个房间 在那边 这里没有人 可话你先别着急 可话 你先别着急 我爸失踪了 可话 你先别激动 怎么办 可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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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在这儿 我爸呢 我爸怎么样 我爸去哪儿了 我爸呢 可话 别担心 我已经派人在保护江叔叔了 你骗我 我爸昨天明明失踪了 我爸去哪儿了 林子轩派人给江叔叔投了毒 被我们的人给发现了 张哥就让江叔叔假接此事 申请保外交医 这样也可以保护好他 昨天医院 是因为有林子轩的人监视着 所以张哥才不好告诉你真相呢 还要不是某人不给我机会解释 饿了 我去给你买早餐 陆之阵今天怎么回事 三连八号床 你怀着孕呢 怎么喝冰水呀 你说什么 怀孕 你是说江哥话怀了陆之战的孩子呢 见证万军 事情终于变得有趣起来了 证人喝 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你不想要这个孩子 我现在只想把我爸 入狱的真相调查清楚 况且我们两个人天差地别 原本就不适合生下这个孩子 江哥话 这个孩子生不生由我说了算 找人看好他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他离开 好 不好了陆总 什么事情这么慌张 有两件坏事 您先听哪个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了 江小姐打晕了保镖 现在准备收拾东西离开呢 他怎么敢 另一件呢 叶欢小姐已经回国了 他回来第一件事 就是跟你订婚 江哥话 你什么意思 陆总还不明白吗 我和陆总在一起 只是为了解决我们家的危机 并不是想要进入 你们陆家的未来 江哥话 你别忘了 你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呢 陆总 既然你要跟你的未婚妻定婚 那就放过我吧 你我之间的关系 究竟没办法让这个孩子幸福 你怎么知道 知善哥哥 因为 我回来了呀 好久不见 两家联姻是两家长辈的自作主张 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 离婚这件事不急 只是我刚回国 希望陆家为我办一个接风宴 好让我更快地融入第一室 叶家的接风宴 为什么要陆家来办 陆志战 你别忘了 当初你创业时江淮撤资 有时我们叶家出钱帮你的 你威胁我 不敢 我只是提醒陆总 要懂得感恩 叶小姐请自辩 我还有事要吗 陆志战 我会在接风宴上宣布我们订婚的消息 你必须是我的 陆志战 我们两个这样不体面的关系 也该结束 喂 喂 葛花 我有个正好场合去上女孩 陆志 你是否愿意陪我参加 我和陆志战已经走到尽头了 为了给父亲翻案 我只能与虎摸皮 接近了紫萱 好漂亮 她是谁 好漂亮 你见过吗 穿得太滑了 你现在好美 还是紫萱哥选礼服的眼光好 凯文说这件衣服只属于你 不知道 你能不能明白我的心意 紫萱哥这是 可慌 从第一眼见到你 我就喜欢你 请你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你怎么和她在一起 我和紫萱哥 可慌 是我请过来的女班 过来 可慌 我可以保护你 志战哥哥 你在这里啊 你好 我叫叶欢 欢迎林总赏脸来我的接风宴 志战哥哥 我们走吧 你一会儿还有讲话呢 什么讲话 当然要讲话了 毕竟今天 也是我们的订婚仪式啊 可慌 可慌 江可慌 让我进去 我们谈谈 杜志战 你要订婚了 我们的关系结束了 我是不会和他订婚的 可慌 我不允许 我们的关系结不结束 由我说了算 叶小姐 李总直说吧 找我什么事 叶小姐刚回国不久 可能还不知道 杜志战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了 那要怎么样 我不在乎 她到最后 还是要跟我订婚的 叶小姐不要太自信 这个女人和陆志战在一起很久了 她们甚至还有了孩子 所以你还觉得你要和她结婚吗 什么 她们还有孩子 叶小姐 叶小姐只要跟我合作 毁掉这个女人 我保你这个陆太太 做得稳稳当当 我凭什么相信你 不信我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去查 爸 你这个桥怎么回事 上楼的时候不小心崴脚了 没什么大事 这阵子 多亏 知战来帮我呢 那你们先聊 我先出去了 多谢陆总 爸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马上就能换你公当了 爸更想让你好好生活 爸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啊 你和知战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合作关系 合作关系 那人家经常派那个萧毅过来照顾我 你呀 老实告诉爸 是不是在和他谈恋爱啊 爸 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我只是想让他帮我调查清楚当年的真相 我 江河华 你对我就没有一丝真心吗 陆志战 我第一次见你因为女人情绪失控 叶小姐 到头了 我答应你 不过 我不只要江河华的孩子死 还要他彻底消失 陆总 不好了 跟着江小姐的人发现 江小姐 发现什么 江小姐要打胎 还有什么资格打掉我的孩子 孩子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护士还没来吗 没事 先打麻醉 好 志战哥哥 你去哪 让开 陆志战 你别忘了 当初江淮撤资 是我爸帮的你 我说让开 陆志战 只要我在这段时间拖住你 你就再也见不到江口花 等等我 把你的针放下 蓝色 是谁派你来的 你痛吧 我不会说的 上路看看你的真命 里面的人呢 他呀 打胎早打完了 江口花 你就这么恨我吗 刚刚有人来问 我说你已经打过弹 多谢 明明你体力不支 不能支撑打胎 为什么非要我说 你都看到了 今天我进手术室的时候 有个男人要伤害我 我救你出来之后 再带警察去找 他已经不在了 这就是我现在的处境 还劳烦医生 以后如果有人要是来问的话 麻烦您能帮我多满这些 江口花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战哥 你怎么了 把跟他有关的所有东西 扔出我家 林总 陆志湛和江口花 已经彻底决裂了 子萱哥 你找我 口花 我提出你上周请病假了 严病严重 现在感觉怎么样 谢谢子萱哥 我没事了 一点小病而已 这么憔悴 哪小病 林总 有事找你 那你们先聊正事吧 我先出去了 好 林总 公司有个重要会议 需要你处理 生疤能竟然是林子萱的助理 林子萱 你果然是幕后黑手 至少目前为止 江口花和陆志湛已经决裂了 叶小姐应该开心才是 林总的 林总是怎么答应我的 我要他消失 让经点 叶小姐 后面的合作 等叶小姐冷静下来我们再等 我一定会让江口花滚出笛城 林子萱 我一定会让你下地狱 林子萱 你三方五字 你三方五字害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我爸的事和你有关 陆志湛你快接电话呀你 江小姐 不想让你爸出事就滚出地城 永远别回来 不能让他们对我爸动手 现在只能利用林子萱来建六支站 子萱 我愿意成为一生一晚一礼拜 真善哥哥 该出座了 我们也坐吧 林总 请吧 谢谢林总 智商哥哥 尝尝 他不吃牛肉 江小姐什么时候对我这么了如指掌 别慌 江小姐 我敬你一杯 我不喝酒 别扫兴 你干什么 我看叶小姐拿不住杯子 我想帮帮你 我不是故意的 酒咱们 就再换一杯 江小姐这是不给我面子 江小姐这是不给我面子 身体原因不方便喝酒 实在保险 陆总 保险 林总 你是什么身份 非要上赶着替他喝酒 我就要你喝 江小姐 江小姐 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打掉了孩子 好 我喝 孩子 妈妈对不起 看来 他没打掉孩子 江小姐 你可真有本事 战哥 江小姐 陆志湛 我有事跟你谈 陆总 我知道你没打胎 你应该也想知道林子轩到底想干什么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在地城 还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 所以 我希望江小姐陪我演完这场戏 你牛肉过敏 我帮你涂药吧 好了 江小姐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 陆总 这样演戏可不够 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心软吗 我只会觉得痛快 小艺 我们回去 那我就跪在你家门口 那边的人拍过照了吗 立刻带他进来 是 江小姐 回去吧 陆总不会见你 你告诉陆志湛 我会一直跪在这里 直到他愿意听我的解释 江小姐 林子轩那边的人已经知道您和陆总的关系不可挽回了 您快起来吧 江小姐 可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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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哥 他流血了 江医生 快江医生 可挽 他怎么样了 病人有小产记者 急需出血 你们谁受欧行刑 我是 臭我的 跟我走 可挽 对不起 战哥 你醒了 可挽呢 江小姐在隔壁病房 带我去看他 他的孩子 江小姐的孩子保住了 只不过现在身体还比较虚弱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 你醒了 你醒了 你没事就好 我是来 我是来谢谢陆总的 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 陆总不必快就 等等 可挽 我想和你做个交易 什么交易啊 江小姐 江小姐拍到的照片我看到了 我帮江小姐调查清楚真相 江小姐帮我退婚 如何 那如果我帮了陆总 但依旧退不了婚呢 我依旧会帮江小姐调查清楚真相 找出陷害江家的人 和林子萱之间的关系 就当是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成交 尝尝 很甜 你把照片寄给江可花 只会让他想办法更加地去找出真相 就算江可花不滚出去 至少我知道陆志战不会再原谅他了 幼稚 他们两个没有你想得那么喘 这是崔晴耀 下周你的作品发布会上 想办法下给江可花 让他身败名裂 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我的作品发布会 接下来由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新作品 你看这个调性不好看的 你上去手的新作品 江可花 你的死期到了 江小姐 这边走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新作品 你们一会儿见到什么就拍手 明白了吗 明白 开门 快开门 快开门 叶小姐在找什么 你没事 叶小姐希望我有什么事 把人给我带上来 你算计我 我受益的 知战哥哥 带下去 处理掉 叶小姐 救救我 叶小姐 叶小姐救救我 只要你肯说出幕后总是 就放了 是她 是叶小姐 只是我干的 别拍了 叶小姐 你们别拍了 你自老子眼这一切 是因为嫉妒江小姐吗 王者发布会 哪来的时间 你们竟敢污蔑我 明明是你说 把这瓶药 加到江小姐的饮料里 就给我一大笔钱 还让我把它睡了 让它是慢名裂 我没有 他们是一伙的 他们联合强诬蔑我 诬蔑你 叶小姐作为 陆总的未婚妻 难道不知道 跟林总避嫌吗 这 这不说 叶小姐 做错了事 就要承担待见 你放心 今天这些记者们 都会帮你好好宣传一下 叶桓 物证人证句子 我们两个的婚事 就此作罢 今天 多亏了你 谢完了 陆总请自重 叶桓和林子轩 已经勾结已久 一定要弄明白 他们两个 到底想干什么 可是像林子轩这样的人 他是不会轻易 亲自下场的 那就 想个办法 只要这件事情 闹得够大 他们一定会 按捺不住动手的 你想怎么办 可换 我们订婚吧 既然他们 最怕我们在一起 那我们就 轰轰烈烈在一起 我不信 他们会露不出马脚 好 如果对象是你的 这话 我爸或许还能告诉我些什么 爸 我输了 不要再管这件事了 太危险了 那群人 你惹不起啊 他现在惹得起了 你 你们 柯华 怀了我的孩子 爸 下周 我们就要举办订婚仪式了 如果有支战在身边保护你 爸爸就放心了 所以 爸 你现在能告诉我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你们要提防林子轩 什么意思啊 爸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秘密 原本我要带到土里去 现在 瞒不住了 林子轩 是你的哥哥 爸 什么 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一定记得要提防他 这个人 没想到林子轩竟然是我哥哥 我怕竟然还有个私生子 这件事情 还不要着急下定论 我会派萧毅去查清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结果出来了 别害怕 林子轩和我们没有学员关系 那是为什么 难道是我妈 这是我妈花了钱留下来的头发 我原本以为是为了给我留作纪念 没想到现在竟然用在这儿 你真的要去检测吗 如果 检测结果真的是 妈 如果真像和我猜测的一样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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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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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化 可化 醒醒 可化你醒醒 可化 我不是我妈的女儿 我真的不是我妈的女儿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有我在 啊 不行 我一定要找爸爸问清楚 可化 你 看来 你都知道了 所以你一直瞒了我这么多年 其实我和你妈是重组的家庭 我们不是故意想瞒你 你当时还小 我们只是想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这就是你们欺骗我这么多年的理由吗 可化 可化 你先别激动 听江叔叔怎么说 可化 你和江叔叔好好聊 我出去等你 可化 可化 不是我们想故意瞒你的 所以 在一开始你就知道 我妈跟你结婚前还有一个孩子 她的敌人丈夫 经常家暴的 你妈费了很大劲和她离婚 直到遇见了我 那会儿 当时 你妈因为难产去世了 我一个男人 又不会带孩子 我们就这样 开始大火过日子 可化 是我们对不起你啊 但是你一直阻止我调查 贪污入狱的真相 是为了保护林子萱吗 你是不知道 林子萱的手段有多狠毒 当年 我不就是栽在她手里了 现在 有了智战保护你 我也就放心了 江叔叔睡了 我们回家吧 你过来 给我的 难怪我看你刚刚偷偷跑出去了 谁叫我怜香西域呢 最看不得女人难过了 谢谢陆总了 你尝尝些 好 在想什么 你说 明天林子萱到底会不会来 会 这么有把握 战哥 今天我们已经让林氏集团的股价下跌五个点了 再跌下去 三天后他们就要宣告破产 加大力 现在有把握了 如果他明天不来 林氏就等着破产吧 林总 陆志战和江可华要决行订婚仪式 是吗 那我们应该 把订婚的事告诉叶桓 我要送给他们一份大礼 林总 出事了 什么事 陆志大连收购我们公司的股份 在低价抛售 不住三日 公司的资金链就会断裂 好 江可华 陆志辰 我们走着急 在连续 要 哼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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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哥 今天下午的订婚仪式 陆志扎 这件好看吗 这件衣服 我更希望江小姐 单独穿给我看 等一下 萧毅会派人给你送过去 我先过去 陆志扎 注意安全 你们知道吗 陆志扎不和小欢结婚 而是娶了一个 贪污犯的孩子 听说是这女人怀孕了 是吧 孩子上位 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 我们合专照吧 恭喜啊 谢谢啊 我的项链怎么不见了 我的项链可是全球限量的 现场只有你一个是贪污犯的女儿 我的项链肯定是你拿的 你有什么证据吗 搜身不就知道 凭什么 就凭我 凭我是叶家的女 而你 只是一只飞上枝头的野鸡 你说 如果你偷东西被发现 那这陆家的大门 你还怎么进啊 给我搜 等等 如果今天监控查出来 项链不是我拿的 那就请他 给我跪下 这怎么会有监控啊 当然是我害怕有心之人 特地安排的 叶花 闭嘴 现在视频就在我的手机里 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看看 千金大小姐是怎么欺负人的 别看了 项链是我下进去的 蠢祸 那就麻烦这位小姐 履行一下自己的承诺 杜氏集团总裁出车祸 生死不 你不会客夫吧 订婚当天丈夫没了 姜可花 没有陆之战 你什么都不是 谁说他什么都不是 陆之战 陆之战 你没事 和你的承诺还没有兑现 我怎么该有事呢 那那个新闻 那个新闻是放的烟雾弹 不然怎么可能让他们放松警惕呢 小义 把人带进了 过来 走 叶小姐和我的核酸败露 注定不能再加些奴家 现在他们查到我头上了 不如我们一起送他们下地狱吧 陆之战 我这么爱 你居然这么对 既然这样 我得本 谁也别想得到 你打算怎么做 在下 制造车祸很善长 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我车上动手脚 不是谁都像你们林总那么蠢 屁 你就是命大 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那个新闻是我故意放出来骗的 我的车 从你第一天坐手脚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还有你 叶小姐 不会真的以为自己坐得天移无缝吧 想办法诬陷小可爱他公司 我要他的名声再也介绍录他 事成之后 你们家的商业合同 我来考虑 好 下次做局的时候 聪明 今天 是我和可化订婚的好日子 我看林子轩 还会整出什么手段 把赵凯送去警察局 是 带下去 好好伺候他 走 把他们也带下去 你没事吧 你说 你说 今天这种情况 林子轩还会不会来 陆总 陆总 门口有个盒子 说是给江小姐的 林子轩还想见到你爸吗 陆志寨 他们把我爸爸抓走了 我们不应该用这一招的 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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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救医生 过去救医生 病人要保持身心稳定 不然 早产的风险很大 给我查 绝地三尺也要找到江淮 是 丁子轩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可化 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爸 妈 可化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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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我 是我没有保护老我爸 我怪你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江叔叔一定会没事的 战哥 有消息了 江可化 想不到你也会有金服力 真的 要想救出你爸 你就一个人来找我 要是敢把钱了 你就再也别想见到他了 想要救人 江可化 你一个人来这 可化 注意安全 你放心 爸 别过来 喂谁 爸 我今天一定要救你出去 这里喂谁 我来救你了 爸 终于见面了 我的妹妹 你最好不要乱来 不然你跟你爸会死得很惨 可化 快跑 是迷药 你 你 你在干什么 是你们父女 让我没有了家 你 今天我心情好 给你两个选择 要吗 烧死他 要 我总是跳下去 不要管我 快跑啊 我跳 可化 停 别跑 我来了 别跑 我来了 好感人的画面 不过很快 你们一家人 都能团聚了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 陆之战 如果你现在给我跪下 我就放你心爱的女人离开 威胁我 那你找错人了 是吗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 给我陪葬 可化 哥 我求求你了 我把我的命给你 你放了所有人吧 这个建议好像也不错嘛 我的命给你 我的命给你 李子萱 你放了可化 闭嘴 可化别跑 有这一切 很快就会结束了 那大家一起用别吧 不要 怎么样了 目前还没有找到林子萱的尸体 我是说陆之战 战阁也 也不见了 你说什么 我们虽然现在没有找到林子萱 当年陷害江叔叔的证据 但最起码我们找到了林子萱商业犯罪的证据 相信很快 就可以把整个林氏集团查封了 把所有参与犯罪的人都绳之以法 我会继续追查 战阁和林子萱的下落 陆之战 我真的失去你了吗 这是先生留给你的心 所以他早就知道会发生这一切 亲爱的可化 林子萱为人阴险狡诈 此次凶险 这一去 不知道会有什么变故 如果我回不来 就将我名下所有的财产 都转移是你的名下 希望你能好好生活 重新开始 珍重 五年 也许我们的开始 根本就是个错 我从整个小时 不得了 是不是 不得了 是 没有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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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志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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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萱 你竟然还活着 竟然这么一晚 听说陆志湛为了救你们 连命都没了 看到我还活着 你们一定很不服气吧 别反抗了妹妹 毕竟得为你的孩子着想 你也不想因为一个意外 还没和他见过你 就和你有别吧 完了告诉你们 陆家是我的了 把他收入的东西 统统给我扔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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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给我跪地磕三个响头 我可以把照片给你留下 江小姐 既然这样 那我就 我愿意你 江小姐 如果战恶还在的话 一定不想看到你这样的 和西啊 他不在了 虽然你叫我一声歌 但我没有亲缘官司 如果你愿意跟我 我可以让你继续留在陆家 真是 我是绝对不会背叛陆之战 可求不得你 陆之战 是你吗 你不要离开我 傻瓜 是我 真的是你吗 你为什么骗我 你为什么骗我 傻瓜 乖 等这些结束了 我再和你解释 杜总果然好手段 为了骗我 连自己女人都可以牺牲 我对你使点手段 怎么能充分掌握你害人的证据 设计江家破产 故人行凶 残害未成年少女 人渣 那又怎样 这里都是我的人 你根本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红 不如你仔细看看 这份协议 究竟是怎么说的 什么 难道你在签协议的时候 没有看到 这份协议 需要得到陆氏继承人的同意 才能生效吗 既然这样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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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情况危急 腹中胎儿 可能保不住了 医生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一定要救活的 好 可化 你一定要坚持住 等你醒来 我们就结婚 怎么样了 手术成功 江小姐醒了 来 给你 尝尝这个 看看甜不甜 陆氏继 陆氏继 出来 爸爸偏心 我当然偏心了 我最爱的 还是你妈妈 陆氏继 你又乱跑 可化 还可以想着相续 相依未明 却凭天有明 还可以心有灵犀 动魄惊心 却难以抗拒 流行的宿命 我属于你的注定 不属于我的命运 不要命 不要清醒 还有梦能紧紧抱着你 爱卸出我的世界 江可花 我会一生保护你 守护你 不让你受一点委屈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愿意 你愿意